由于美国的十年级公代之旅回落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周五的美国股市都出现了涨幅 到中是涨了387点 涨幅1.17% 涨了226.02% 涨幅1.97% S&P涨了1.61% 一直从下来 只是大多数的涨幅都是出现在礼拜五 要不然礼拜一到礼拜四 大多数都是修正的状况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根据这些数字来判断 美国马上要召开FOMC联总会的公开联邦市场委员会 会不会升息两码 因为担忧升息两码 因此前几天的股市都是下跌的 但是到了礼拜四礼拜五有一些讯息出来 很可能联准会在考虑各种经济平衡的状况里头 仍然只会升息一码 这使得周五的数字再出来 就是当整个公债 十年期的公债它涨了回落的情况 就是从4%以下回落的情况 就使得所有的股市都上涨了 而我们来看本周分别三大指数都上涨了 1.75% 2.58% 也就是科技股又重拾了它的涨幅 S&P涨了1.9% 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联储会会不会升息两码 还是升息一码 目前呢 Boston的联储总裁说 通膨依旧 仍然需要进一步升息 而在Richmond当地的联储总裁说 目前没有暂停升息的理由 接着Atlanta的升息说 支持联储会下回只升息一码 所以就这些讯息出来 使市场认为仍然只有升息一码的可能性相当高 而美国前财政部长Lawrence Summers 他说你一定三月的时候就要升息两码 你不可以升息一码 否则美国会不会通膨高垮 在这些讯息里头 美元指数本周下跌了0.7% 认为联储会不会激进升息0.5% 而黄金期货呢 在本周就因此上涨了2.06%左右 来关系一下半导体的股价 Intel本周上涨了5.01% 因为看到了政府的补助 Intel是最可能得到的 而台积电呢 上涨了1.91% 三星电子上涨了1.25% 看一下科技股价 Tesla呢 本周虽然Elon Musk 召开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公开说明会 但是呢 他四小时的演说里头 大家说他缺乏新车的计划细节 外界很失望 整体而言呢 Tesla在本周的涨幅并不高 涨了0.4% 而且主要涨在星期五的时间 Amazon本周涨幅1.5% 但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 Amazon已经公布了 它的第二总部的计划要暂停 基本上科技高科技公司 都现在还仍然是处于裁员的取向 Microsoft呢 虽然现在机器人聊天室呢 对他们来讲获利最多 也只涨幅2.44% Apple涨幅2.94% 又显示它的这个竞争率还是很高 Meta Facebook显示 整个它的竞争率越来越强 涨幅8.72% Apple涨幅16.24% Meta Facebook涨幅53.94% 看一下本周的能源价格 纽约原油价格涨了4.4% 又回到了79块钱 接近80块钱一桶 布兰特原油是85块钱 天然气下跌了9.83% 它主要还是跟前一阵子传言说 阿联酋要退出OPEC 这个石油就大涨了 但后来呢 阿联酋就驳回了这个说法 说我是不会退出的 本周的加密货币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整个加密货币又出事了 一家叫做Silvergate的公司 又出现了上次我们所看到的 类似的加密货币的 营运公司的资本公司的 相关的一个危机 上次是交易所 那这一次呢 是加密货币银行的资本公司 所以它就导致了 最著名的加密货币 比特币在本周跌了4.15% 但是狗狗币仍然也是跌 但是跌了6.17% 看一下今年以来 加密货币对美元的情况 比特币是上涨了 34.53% 狗狗币上涨了8.57% 虽然有两个公司都出问题 在本周出现了修正 但是呢 这些加密货币仍然是有 它的一个重大趋势 在美元本周点的情况里 我们看一下本周 日元就升值 韩湾也升值 新台币是贬值 因为台湾的出口出现了 很大的问题 台积电本身呢 就是台湾的出口里头 很重要的一个出口的产业 而它受到美国晶片法案的 跟相关的打击呢 这是新台币最近是贬值的趋势 0.2% 人民币升值了0.8% 我们待会回到 文献的世界参与中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启inaire 订阅 转发 启aal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